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從來就是大男人主義 我才不相信有人能夠砍錯我 我才不相信 只是我都很遵守時間回家 謝謝 這個有一次啊 我的汽車沒有油了 我就順便去加個油 這個加個油然後再開車回去 師母已經在家裡 她就問我 剛剛這個 你在外面多了十分鐘 去到哪裏 十分鐘也要問 我只有拿這個 這個身上的這個加油的這個收集 這個兩個人臉色才好看一點 阿彌陀佛 善哉善哉 沒那麼嚴重啦 我是講得過火了一點 現在太太啊跟先生啊 相處 大部分來講以前這個講話大聲的 還沒有結婚以前講話大聲的 多是女的講話大聲 結婚以後啦 結婚以後啦講話大聲的 就是先生大聲 就不太一樣 不太 婚前婚後是不同的 這個有一天啦 一個先生突然間 講話都很小聲 他本來很大聲講話 現在講話都很小聲 有人就問他 這個 你太太最近講話 你先生最近 怎麼不咬牙切齒的 這個大聲的給你喝 喝 喝刺 他太太回答說 只有一個方法 把他的假牙藏起來 我們不要講那麼多哈 我們也要講佛法 這個 我們有兩個這個 研究宗教的這個Pervaisal 一個是譚教授 譚教授坐那裡 一個是吳教授 吳教授坐哪裡 就在隔壁 就在隔壁 那每一次啊 吳教授 譚教授跟我吃飯的時候 譚教授就是 他不講話 沒有什麼問題 那吳教授 他就提出幾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 這個也是佛法 要跟大家講 他們兩位教授呢 他們兩位教授呢 都參訪了 台灣所有的大小分堂 從北部一直到南部屏東 東部有沒有去 東部也去了 哇 整個前島 我們中國中的分堂 他都走過 他就問我啊 他說 在他參訪的五 所有的分堂當中 有五個分堂 都講說 他是第一個 被封為分堂的 他是第一個被封為分堂的 五個分堂都是第一分堂 沒有一個講 我是第二分堂 我說這個是心理邪 我回答你 這個是心理邪 每個人都說自己第一 那麼你們通通都第一啦 那師尊就第二 就是有這樣不好的師尊 帶領我們 生活中都是最好第一名的弟子 這個是心理邪啊 其實每個人講第一都沒有錯的 釋迦摩尼佛的十大弟子 每一個都是第一 一個是多聞第一 一個是多聞第一 有一個是神通第一 也有一個是智慧第一 也有杜仲第一 他的弟子都是第一 所以我們生活中的弟子 所有的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所有的堂主 所有的同門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當你成佛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歡迎您再次收看 給你點上新登 在上一集我們看到了 2008年8月31日 連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十輪金剛護魔大法會 開示當中談到了真佛宗喜金剛的傳承 以及諸尊金剛的佛母為何 在詩人的眼中常常都是有分別心的 而連生活佛認為每個人其實都是第一名 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來聽連生活佛寶貴的開示 那你們聽說都第一啦 那師尊就第二 就是有這種不好的師尊 帶領我們 生活中 都是最好第一名的弟子 這是心理學啊 其實每個人講第一都沒有錯的 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 每一個都是第一 一個是都輪第一 有一個是神通第一 有一個是智慧第一 有有杜仲第一的 他的弟子都是第一 所以我們曾佛宗的弟子 所有的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所有的唐主 所有的同門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第一 當你成佛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當你成佛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 第一呢 其實第一個分堂啊 應該是師尊的臨仙精神 沒有師尊的臨仙精神 哪裡有那麼多的堂跑出來啊 謝謝 這個連師尊都講第一了 那還有什麼話好講 那麼他也會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 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 他說連華生大師不是講嗎 敬師 正法 實修 他就問 以實修這個問題 來問所有中國中的弟子 他沒有想到啊 每個人的答案啊 通通不同 他說什麼是實修 有的人就講說 世家行 世家行就是實修 有人講說禪定 禪定就是實修 那麼有的人就講說 修法 修壇法就是實修 還有更多更多更多的 那我跟這個 吳教授啊 回答是這樣子 天底下 天地之間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就是 你碰到的 你盡力去做的 這就是實修 謝謝 所以我們中國中的弟子 也有人講說 我們做善事就是實修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實修 是需要把自己的習性全部改掉 就是實修 我跟吳教授講 這句話沒有錯 他們回答的都是對 每個人所回答的都是對 我常常講一句話 把所有一切的小事做好 你自己本身的所有一切小事 你自己本身的所有一切小事 全部做得很完美 很完美 很完美 這個就是實修 就是做大事 我們圍葬寺啊 也有很多實修的 他們實際在修行的 西雅圖圍葬寺啊 你說先年法師啊 他很認真的開車啊 開到這個 機場 又把所有的乘客接來以後 就再再再再 再回到西雅圖圍葬寺 他是做交通的 交通的 他只要把這件事情很完美 很完美的做成了 他就是在實修 像九如法師 九如法師啊 他當廚房主的時候 廚房主 他把任何一件這個 這個廚房裡面大大小小的 事情做出來的菜 每樣都是很可口可味 這是不是可口 可口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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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美味 讓大家吃的就是很 感覺到很滿足 像這次法會啊 從特朗斯來的 這個 張師兄 張師姐 他們本身 在雷杖市 明天就有共災 明天就開始就有 他們做了 可口美味的菜出來 這個就是實修 像師尊啊 這個 穿衣服 要配色的 你要知道嗎 昨天我那個法官 跟我的這個龍袍 是配色的 今天這個法官跟我這個龍袍 是配色的 我穿起來做法會 大家看了 感覺上很舒服 很莊嚴 這個就是實修 我們每一個人啊 回去睡覺 每一個人都很好睡 睡前都有修明光法 做結界 那麼 做種種的修行 睡明以前修行的方法 睡得非常的甜美 這個就是實修 那麼我們 比如像那個 心美法師啊 心美 心美法師 我常常講 我聽那個 佛菩薩的語言 我都可以聽得清楚 唯一就是聽他的話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學習 讓師尊聽得清楚 讓別人聽得不清楚 終於有一天啊 我聽清楚了 我覺得心美法師的心啊 很美 很美 不太清楚 這個就是實修 在沒有西雅圖雷藏寺的時候啊 他就在了 今天呢 很多人都 也有人離開西雅圖雷藏寺 但是他還在 這個心美啊 這個心美啊 就是心美 這個心美啊 這個就是她的實修 這個就是她的實修 我們在做人方面也很盡心盡力的去做 我們在做人方面也很盡心盡力的去做 我們在這個 說法的時候盡心盡力的去說法 度眾生的時候盡心盡力的去度眾生 幫助眾生 盡心盡力去幫助眾生 像做慈善啊 做慈濟啊 都是實修 所以談到實修啊 所以談到實修啊 便不一定要做四家型禪定 這個才叫做實修 做好每一件小事 做好每一件小事 聚集天上的資糧 這個就是實修 謝謝 謝謝